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 在阿里山 然後呢阿里山的飯店 的早餐 大部分都只公平到八九點 如果要吃的話 就是要早一點起來吃 然後另外 阿里山的飯店 另外一件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阿里山的飯店的熱水 是有限時間的 像我住的這間高山青 它的熱水直到早上八點 所以像我這種出門前要洗 要洗一次澡的人就是會很痛苦 所以呢我就是提早出水 我們飯店的早餐不在飯店吃 必須要在大概五分鐘到一個 專門吃早餐的地方 就是高山青的早餐 跟我上次有點不一樣 反正就是一些簡單的台灣的早餐 餐廳大概了 那只有我沒有去看日出吧 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這是阿里山郵局 這就是森林園區啦 買完咖啡就可以回去 但休息一下然後洗個澡 準備搭車去 十字國小囉 好 接下來呢我要走完這條 長長的路 才會到達遠方那邊有一個 阿里山轉運站 從那邊就有很多巴士可以下山 從那邊就有很多巴士可以下山 我覺得最猛的是國光客運 它竟然可以直達台北 要走到天荒地牢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入口處 過了這個出來 這邊就是林務局的阿里山轉運站 然後旁邊有無障礙的裝置 我覺得這些觀光的聖地 有慢慢的在改變 其實也蠻不錯的 然後呢轉運站有一間非常大的Seven 也就只有一間非常大的Seven 就走過這個Seven 山上的Seven都會有這一區 就是賣那種給觀光客服買的東西 對 好那過了這個Seven就是 轉運站 這邊有 導覽圖 可以 大概知道 這次要去的目的地 現在所在的地點之類的 然後這邊就是 客運的時刻 你看這個 國光客運 可以直接搭到台北轉運站 不知道搭多久 五六個小時吧 現在換一個角度來帶大家 看看這個轉運站 這個應該就是阿里山公路了 轉運站就是長這樣 其實看起來蠻不錯的 但是它裡面的機能 好像還沒有運作得很完全 那希望未來可以再豐富一點 對 雖然 有一些山友啊 他們來阿里山 他們可能不在乎那些東西 但是 對於一些觀光客來說 他們 好不容易來到這邊 一趟 可能會想要多帶一些紀念品回去 這邊就是我們等車的地方啦 帶大家去對面的 一個類似觀景台的地方 你們看看 其實台灣 真的是很美的一個地方 雖然這邊離台北很遠 離都市很遠 但是 說真的也 不遠 我只需要花五六個小時的時間 我就可以抵達 看到截然不同的自然風景 這個看板是可以更新一下的好不好 已經 看不掉字了 你要坐這班車嗎 對 OK 那你就都收收 吃的都收收準備上車了 好 我這車來了 我的車來了 歡迎大城 嘉義電工程 完成 132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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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這邊教室了 又回到這邊教室了 去場 對 去場就是有排練 還有演出 蠻大的 都不講 對 然後如果還要巡迴的話 就根本就沒辦法上課 有地方可以上嗎 比如那個 那個 我們的那個 車子中心 停在這個遊客中心 每次下山的時候 都是已經 接近傍晚 所以下山高鐵的路就是 有夕陽陪租 到嘉義高鐵站了 很趕 我的車剩下 在五分鐘就要開了 趕上了 還臨時買了一個 高鐵的便當 車 車來了 剛剛好 然後 終於結束 兩天一夜的 卡里山之旅 真的很累 希望我這支影片 可以順利的剪出來 像那天我們一起看的海 你曾是最溫柔的期望 現在我們多快樂自在 我給你一種 只能輕輕的擁抱 我們多高興 超微笑 用力激盪 這一刻 我不會高興 只微笑 祝你旅途 今天是2020年的 5月6號 總之呢 相隔半年我又來了 這個課程還會繼續下去 因為我發現 下集真的很無聊 所以我就 趕快趁今天來阿里山的時候 補拍一些新的東西 也沒有補拍 就只有拍這一段而已 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課程還要繼續下去 然後現在跟半年前 最大的不同就是 每個人都必須要戴口罩 所以我剛才一路從 台北 搭高鐵也是全程戴 然後 從那個嘉義高鐵站 搭上來也是全程戴口罩 只能說 嘴巴真的很臭 好 希望這個疫情趕快過去 就可以更自在的來 更多的地方玩耍囉 我要去上課了 拜拜